有一句闽南话讲的最实在 一般没有设施 没人会去急死廢死 一般做跟人没人会急死廢死 一般做惨的人没人会急死廢死 所以这些设施的人去踏去踩这边 为什么大多数人的名义是不应该 廢死型的为什么你们不听 这又回到帝制时代了嘛 为什么人们选你们出来了 然后用你们的意志在做事 然后我们为什么 我们应该跟国际接轨 跟国际见鬼了 国际不是美国吗 哪一国吗 他们有的州还是有死刑啊 怎么会没有 然后美国为什么 现在我们演艺同仁的孩子 会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就你们开放枪支嘛 对不对 他光是要收个枪支 你们都反对了 民众都反对了 害川普也没办法收枪支 这样的法律适合台湾吗 台湾如果一人给我们奔一支 有一个人阿拉伯 如果一人一支撒来收担 一定会 台湾会做的你一定没同意的嘛 台湾都没什么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要听外国的 为什么 外国是怎样的 美国是我们阿公的 当时国是我们阿嬷的 我们为什么不听自己内心的话 所以我想讲如果大家包括法务部长 包括身为更高的首长 包括法官 如果该做的事情你不做 不应该领钱 不应该违背大家的意志 然后领大家的钱 我们这是公平交易法嘛 最简单的 这些西环如果没死 那会让人分死的别母 那些小孩的别母 就会继续贪钱 你六岁金来赐这些费人 赐得吃老子 赐得死 我觉得不对的 所有这些讨厌人 这些古水准的人 你们拿着你们的知识 你们用笔或用画 是比拿刀拿枪更狠 如果你们支持废子的话 你比那些分尸的凶手你更狠 我就觉得你们是踏在被分尸的 或被无辜杀害的 这些人的血迹跟尸体上面 在谈你们的理想 不应该你们昧着良心在做事情 对不对 为什么台西人的人又很可能 我看那破坏出来 我真的没办法接受 因为台人的 跟分死 那个手劳 又没有很占卜 所以可以帮下来 这是什么政行 比如我做总统 还是我做行政议长 我做什么修长 我出院都有人把我保护 我永远不会叫人分死 这样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吗 因为我不会叫人分死 我不了解 我的背部大家烦恼 那些孩子 给人分死的痛苦 讲到这一点 我永远是这样的急先锋 哪怕你们来赐我 我活着在这里 我没有退休还有麦克风 就是我要说话 我们既然是民主法治的国家 如果讲民主的话 我们大多数的民意 百分之七八十以上 都还是认为应该继续执行死刑 就法治面来讲 我们既然死刑也是法律所规定的 那既然法院也依照法律的规定 做成了一个确定判决 当然行政机关就应该要依法执行 这个规范这样也太草率了 因为执行死刑其实还有 虽然判决也确定了 他还是有一些法律规定 不得执行死刑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他在申请在审 有提起非常上诉 或者说他有精神病的一些事情的状况 那这一情形 当然就不应该执行 过去主张废死人 绝大多数都认为说 死刑会造成冤狱是无法挽救的一个悲剧 所以才坚持主张废除实行 那为避免这种状况发生 即使在执行阶段 如果发现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话 仍然会请检察总长 提起非常上诉 所以这个慎重是应该的 但是这个慎重 不能作为一个拖延 都不执行的借口 很多法官都有受到这种 欧盟这些废死国家的一些 理念的一些影响 尤其是联合国的两公约 会觉得说 好像你废除死刑 才是一个文明进步的国家 有这样一个观念在那边影响 所以很多法官 可能也有一种不忍杀生的这个心情 所以尽量避免去判处死刑 那这个情况已经使得 我们本来法律规定的死刑范围 一直不断地在缩减 变得说实务上更难判处死刑的结果 所以即使像最近几个很严重的案件 结果都没有判死 所以让民众也觉得说 好像不是很平衡 如果我们的社会的成熟度 或者接纳度 已经到了一个程度的话 我想不管是执政党的主管机关 或者说立法委员们 都可以提出公开讨论 或者说提出法案 让大家就这个议题很深入的 很冷静理性的 再做一个讨论 然后看大家会不会邻居一个共识 是朝另外一个方向去修正 也就是说 朝费死的目标去迈进 但是他们都没有这么做 显示说 事实上他们也知道 跟我们台湾的现实状况 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当然就应该要以法行事 你不能说法律摆在那边亮着 当它不存在 然后实际的做法 就是根本是背道而驰 我想这样做一个 民主的民主法治的国家 是不太负责任的 早期几百年前 在推动民主的时候 那时候 女人还不可以投票 女性还不可以投票 那当时大家都觉得很对 可是现在来看 大家都觉得很错 非常不对 所以死刑也好 这本来就是一个 需要社会来 大家凝聚共识的一个题目 台湾是一个有死刑的国家 到今天为止 都是一个有死刑的国家 所以我相信 如何依法行政 这个是台湾做一个 民主法治国家里面 很重要的基础 那但是因为 我们从过去的很多研究 案例来看 譬如说台湾有几个 被判死的医癒 后来都平反 所以对于死刑的执行 我相信无论哪一个政府 它都会相对谨慎 换言之它必须再三推敲 反复的去验证 那所以死刑的执行 虽然被判死 然后到必须要被扶法执行 这个过程总是相对偷比较久 是因为要剥夺人命之前 我们作为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 我们相对去做一些比较谨慎的 再三的这个查证 就是到底严刑峻法会不会导致犯罪率的下降 我相信这个都很难有一个定论 那我觉得台湾最好的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 所以类似像这种公共的议题 我认为能够被拿出来讨论就是好事 大家多辩论 我想全世界要推动费时 它也必须要有一段时间 那这个时间是做什么 不是大家坐在家里等待 而是我们可以透过公民的对话 透过社会的沟通 透过更多人的参与 把治安也好 把事情议题也好 把人权的议题也好 通通互相来辩证 互相来讨论 那最终社会形成共识 我想任何的观念都是这样子 订阅我们的频道 随时收看新影片 点击优房影片来 还可以观看更多哦